上班的壓力好大喔 下班就要降完 明天上班才有活力喔 上班在辦公室待八個小時 所以我還要吃老闆的垃圾很煩 沒錯 老師 你一點就不是喜歡玩的人 我不是耶 你是沒玩過 是嗎 應該不好玩 真的 因為老師是從 玩過了 沒有 美女 台大 然後台大玩之一 獨立創業 你把我的伴生員都介紹過 他是阿信嗎 我是不了解升學班的壓力 你知道 你從那種高中大學到出社會 你都沒有玩過 我真的沒有時間玩 也不是我不愛玩 因為我覺得我玩得更大 你知道創業 那個 那個是很刺激的 那個玩更大 所以這種 那種平常中 那我們玩的 小趴的是 小而美 沒有 所以我覺得今天要來講的 你不喜歡那種短短的刺激感 你不是不喜歡 我真的是沒時間 是沒人揪你 你不是 我幹嘛沒人揪阿 不是阿 那種高中有些三五好友揪阿 你們連去西門町都有困難的人 小綠綠去那就是 以前高中就是我念書的時候 然後呢是那種念書時間都不夠嘛 書呆子嘛 然後一畢業結婚 創業以後 你知道南洋街那種廝殺 不是開玩笑 好像那個壓力 那根本就是每一天24小時 都是在on guard 所以沒有時間玩 那你會嚮往今天我們要討論 這些下班後的生活嗎 那看我聽完以後覺得 過不過癮 今天 要讓老師好好認識一下人生 應該是怎麼樣 對 搞不好聽完以後 我覺得好險 我沒完咧 我的比較過癮 不會不會 不會不會 我告訴你今天一旦去世 開眼界了 我問姐汶二 你一試成主 成主 留連忘返 過回家 水水 零老入花蟲花 有沒有 一定要 人生你就是要 至少你離開這世界 最后一天你要回家 我什麼都經歷過 是啊 什麼都走過 什麼都玩過 像你一樣大玩咖 我沒有玩 但我確實是很多朋友 經歷過 對 很多朋友可以分享 接近來分享就是 下班之後今天上班族 到底是怎麼玩呢 玩到第二天兩眼心鬆 上班無力 對 老闆的困擾也在這裡 好 我們看第一位最吸睛的夜店俏呢 王思佳 你好 出去如果要喝醉 一定要帶著我 因為我隔天會幫你恢復記憶 保持清醒的他 第二位是大盤藝人 都愛他的超級驚喜人蚊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誰說放鬆一定要喝酒 我Nature High的就可以玩到天亮了 不喝酒的 再來是八卦圈的四大驚猜之首 年長一年卷 我跟你講 今天要講很多下班之後的八卦 因為本人我是什麼地方都去玩過的 怎麼可能 帶路的光明燈 下一位是活動主持的王子 呂如忠 很緊張 我上次也要講王 王如忠 這樣 上班壓力很大 沒有想到下班放輕鬆壓力會更大 好 對 因為我剛剛為什麼 因為如忠是名電台DJ 可是我剛問他說在那個電台怎麼樣 他說節目已經停了 對 然後害我一下子 我剛剛那個moment是有點小小尷尬 對 如忠你的電台在哪裡 然後close 要回英文啊 爸爸你不懂 你多重了一句話 尷尬尷尬尬 對 要約我去哪裡 就吃喝玩樂啊 幹嘛 大家去喝點小酒 大部分會去哪裡呢 像思佳呢 其實現在台北是有很多可以小喝一下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酒量不好 所以我並沒有在碰酒精的東西 可是就是因為我常常沒有害的 所以你會保持清醒呢 可是我跟妳講 清醒其實最好玩 大家都覺得說 我跟妳講去就是要小喝啊 要茫茫的這樣 沒有我跟妳講 女生穿很漂亮的時候 你一茫就會出球 對 我看過在那種lunch bar 大家都喜歡坐吧台 因為有的女生會等男生可能去搭訕 可能請他喝一杯小酒這樣 那那一天有一個女生她就喝的多了一點了 她就靠在那個吧台上 然後那天她就穿著戰服 就那種平口的 那叫戰服 對那種就是戰服 穿脫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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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哪門的戰服喔 妳連防衛性的功能都沒有 她們的戰服 然後她就這樣子 就是靠在那個吧台上 她喝多了 她就不小心從吧台上滑下了 她一路滑到地上 對高腳印 她一路滑到地上 她的衣服就一路也跟著下來 Oh my God 變眼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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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講不是 那是真的 她是往下走 她是真的往下 因為妳人往下嘛 然後呢她那個衣服是卡 是卡住的 然後妳知道那一脫啊 整個下來 而且妳知道她 她比較有點重量 所以她下來的時候有點聲響 有重量還聲響 有重量還穿戰服 去櫃台買票去 重點是因為 有放音樂 妳還可以聽到 叮一聲 就知道 蠻有份量的 然後她移到地上的時候 大家就這樣一回頭 整件衣服翻到這邊來 剩下新衣服在裡面 好醜喔 然後大家就這樣子 沒有人幫她穿起來 為什麼 她沒有蓋一起嗎 她沒有同行的人嗎 不是大家在忙著在笑她 她朋友都在笑她 都在笑她 真的怎麼辦 然後後來真的有人幫她扶起來了 然後那個人就七手八腳 因為妳知道喝醉的人比較重嘛 所以有人要扛 有人要拉 那個人也太熱心 一拉拉太用力 她下面就被拉起來 然後我一直在抓旁邊 我想說 哇 怎麼上下全都漏 可是 因為太糗了 她這個上下 好不容易上面一拉上來 下面就跟著就也掀起來 因為她是一整件是連繩的 戰服嘛 對啊 然後所以我就從那一刻 就真的覺得女生如果出去要很小心 要小心 尤其你在那種 因為她跟夜店的不同 是因為她會有一點距離 然後你在夜店人擠人 講真的 你想跌倒都很難 因為太急 沒有那個空間 可是你在那個地方 你一出球是 馬上整個台北市都會知道 大家就馬上說 欸 誰是誰怎麼樣 衣服溜到這裡不行 然後在夜店真的喔 譬如說有重要節慶 聖誕節啊 或跨年啊 哇 那擠不動 你根本這麼近在看 你覺得很近 你走路也是這麼貼啊 我真的不騙你 你知道如果你去夜店啊 像我們有的時候會覺得走前門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你要撥開所有人嘛 然後就想說那走後門 你大人物就是走後門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跟你學的 我還好我不去那種地方 然後走後門進去喔 就想說那走後門應該比較方便 因為就離包廂比較近 我連那個後門的門都推不開 人已經擠到後門推不開 因為那個門是要推出去 你人才出得去 那已經所有人蔓延到後門來了這樣 然後你出去之後是你找不到朋友 蚊子不是有一次碰到老闆的小三 要你們吃搖頭丸嗎 對啊對啊 什麼都是啊 對啊 老闆直接帶我們去那個 請看VCR 上次我有講 誰啊 誰啊 我還要老闆掉出來 不要講下了 反正叫我們 後製了 白癡啊 我敬業 上次掉那個 沒有真的是那個總市長的小三喔 帶我們去那個夜店 然後就是也是 其實那天人不多 因為非假日 他真的一個人發給我們一顆 白色藥丸 後來我才知道那是搖頭丸 然後我們老闆還直接看著我們一群五六個說 吃啊吃啊快點 然後小三在那邊 快點啊這位嗨喔什麼 然後跟老闆那邊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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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 趁老闆不注意的時候就 吐掉 這樣子沒有我們就這樣子 然後就 丟掉 演一下這樣子 老闆十分鐘之後知道大概要效什麼時候的時候 他會過來尋 然後所以我們就只能隨著音樂自己在那邊 對 然後老闆 老闆 老闆看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看報章雜誌說什麼會恍神 還是會咪咪什麼 我們這樣 在床 然後都怎麼樣 嗨 嗨好嗨 整碗 整碗 真辛苦啊 上班族也會有嘛 對不對 小姑你們上班最喜歡去哪個地方 我會喜歡去飛鏢吧 因為我們 飛鏢吧很好玩 我們的那個廠 我是屬於醫療業 然後醫療人員其實都很悶騷 而且壓力很大 然後每天都會遇到客人很 就是很比較急車的 然後通常在飛鏢會先喝一點小酒 然後喝完小酒之後就有點茫了有沒有 然後我們在設飛鏢的同時就說 叉叉叉你真的很悲哥哥耶 然後飛過去的時候 就一個字 爽 很爽 很爽 有什麼好爽的 對啊 因為我們會 因為我們常常遇到客人 我們不能吶喊 我們在下面裡 你真的很悲哥哥耶 然後你就去的時候 反正那邊又那麼吵 你就可以這樣咻咻咻 然後超爽的 會不會咻不到反男人打到這個 應該是不會啦 因為他那個 他有那個板子啊 只是可能會發到那個色道 因為他不是 隔壁板 沒有射好 因為茫了 就跟夜市射氣球啊 明明瞄準這邊 BANG 旁邊的人 我都射老闆 老闆在那邊偷調那個準心 有沒有 然後他在那邊 BANG 隔壁 你們也去過嗎 他有很多的遊戲可以玩 所以對於那種好勝心強的人 他就會 享受那種遊戲的過程 不然有時候在那個Lounge Bar也是話不投機半句多 對啊 一開始去的時候 那種氛圍其實有時候會蠻乾 會有點尷尬 會蠻乾 愛保養呢 我們是喜歡唱歌 可是又不想要去太吵的地方 所以我們比較喜歡去Piano Bar 然後那裡最讚的就是 你會覺得自己像是歌星一樣 因為不論你在怎麼一揚頓挫 或是互快互罵 琴師都會跟著你 然後而且他還會升降這樣子 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像巨星 Piano Bar老師就去過了 那個是我們過年過節的時候 家庭聚會 女兒請琴師來嗎 是啊 就是我們有其中一個琴棋 他家裡就是有開那個Piano Bar 然後那個你剛剛說那個琴師啊 像我唱的時候 那琴師也會跟著我呼喚 然後我老師在旁邊 一直再篩一千塊 再篩一千塊 因為他真的很辛苦要跟著我 哇 你下次可以把VCR拍一下 讓我 沒有啊 做一集直接找琴師來讓老師看 欸 世嘉有聽過嗎 沒有 郭老師 那像廣播人都大概去哪 啊 前廣播人 哇 真壞 我剛剛的思路真的不好意思 我是順著你的 前廣播人 下次真的會再想 人氣電台廳宣傳 以前我們還 因為我在做電台的時候 其實有一段時間是在做業務 對嘛 前廣播人嘛 那個時候我的 那時候我的大當家二當家很愛遲到 很喜歡帶我們去Bar裡面 那我們就包了一個包廂 那大當家去了 我們當然都要跟著去啊 那我們就到了包廂裡面啊 當然都不懂啊 很多規矩都不懂啊 反正就包 耍寶帶七份 然後幫大當家喝倒酒 跟二當家倒酒 這時候就有兩個女生 在包廂的門口 嗨 好久不見 有一個女生就進來 坐在大當家跟二當家的正中間 另外一個女的跟她交好手 她就走了 然後就開始說 欸 好久不見 最近什麼什麼怎麼樣 大當家跟二當家中間坐這個女生 就三個人聊起來 我們想說 我們心裡每個人一致的想法就是 這個是大當家的妹 那把這個女生喝了半個小時就走掉了 那我就去吧台裡面拿酒 我在去吧台的那一段路的過程 我一直覺得後面有一個眼睛在看著我 然後我就看到一 我就感受到身體的背後 感受到一團非常軟綿綿的東西 壓在我身上 哇 然後我就看到 大當家的小三 怎麼敢這樣碰我 我覺得太誇張太誇張了 軟綿綿的是什麼 用她的重要部位貼在裡面 是是是 然後她 她就拿著酒杯摸著我的西裝的衣角 誰會 衣角應該是西裝好 就是質感很好質感很好 誰會去摸這個地方的衣角 我就覺得怪怪的 我其實一定覺得怪怪的 她下面就是把她的酒杯換了一隻手 要直接摸我的衣角的時候 直接就伸到我這邊來了 哇 阿秉哥壓力好大 不管怎樣都要唱 我也有所謂的說 啊 會有這樣的事情 年姐不小心手接我 她手過來的時候我就 馬上就握住她 然後她也嚇一跳 她開始有挑戰性 覺得很好玩 對 年姐這樣會有感覺 對不起 年姐不小心 分不清楚是演技還是 沒有 然後她的手過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她開始有挑戰性 她整個人清醒了 我也整個人清醒了 她開始往左 我也開始往左 開始往右 我也開始往右 結果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我把她都倒一圈 然後跳舞一樣繞了一圈 我就把她滑回我的包上去 那這件事怎麼可以跟任何人講呢 絕對不能跟任何人講啊 我回到包站非常尷尬 我就跳到大光家 問那個二當家說 欸 要結婚了吧 對這個女生怎麼樣 真的是欸 然後二當家就說 我要跳一跳 看看大光家你剛那個妹這麼漂亮的 大光家說 我的妹 她說不是我的妹啊 我以為是你的妹 都不是 她以為是 喝白酒的女生 喔 會有一些啊 誰嘛 她根本是完全喝醉的人 我怎麼會知道 混進來就對了 對 這種很多吧 很多 我可以這樣說 在夜店最多這種 就譬如說 她會這樣 欸 嗨 然後大家想說 她在跟誰打電話 她就帶著一票人 然後就坐進來的 然後就 而且還會跟原本包行的女孩子說 欸 你可以過去一點嗎 哇 這麼大的啊 對 然後說你包包拿起來一點 我們這邊有人要坐 然後就這樣坐 然後因為大家就想說 可能是朋友的朋友 就不好意思感人 最後一個一個問說 她誰 對 是你朋友嗎 不是 然後就再請她出去 而且還曾經遇過 我們去廁所回來之後 一個妹睡在包廂裡 哇塞 直接躺 然後就大家想說 欸 你朋友 怎麼這麼早就喝醉 她說沒有不認識 把她搖起來 其實她是在幫別人站位一點 沒有 我跟你講這好像是 怎麼還不來沒位子了啦 這好像是 你把她搖起來 然後跟她說 你怎麼在這裡睡 然後你知道她回我沒什麼嗎 那我要去哪裡睡 我說你怎麼不能睡這裡啊 滿自我 然後就把她架走了 很多時候 真的 那雯子說剛剛搖頭完的故事以外 還有嗎 我是 我朋友會去運動吧 運動吧 對 運動吧就是像四足賽啊 還是網球賽 籃球賽那種 美式餐廳 對 之前我是帶藝人的時候 剛好那時候他們也是像這樣一票 大家就那個收工之後 主持完 然後就主持人約 就說那我們一票四足賽 最後一場決賽了 比如說英國對法國 他就把我們帶到那個 信義路跟基隆路口那邊 有一間很有名的運動吧 對 我們就去到那邊 我第一次去到那種地方 而且氣氛超好 嗯 而且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講好的吧 這整家店喔 怎麼會都是英國隊的 對 很奇怪 對 對 他整個就是好奇怪 英國隊進球的時候 就超high 整個大家就 然後就一直叫一直叫什麼的 就很開心 結果有人真的也是在裡面喝醉了 根本也不是來看 也不是來看那個 臭熱鬧的 就是臭熱鬧 然後純粹也是可能來把妹 或看妹的這樣子 結果 英國隊進球的時候 大家真的在歡呼的時候 就一個人拿一個雞翅 雞翅 雞翅 真的啊 雞翅肯完都 裡面才有 對 他也不知道什麼狀況 對 他其實就是 他其實就是小酌的 然後真的是讓你看運動 比賽的這樣 但是那個已經喝醉了 喝醉了之後 就應該是ABC那種好不好 就拿雞翅拿起來 往那個 因為他們那是投影大螢幕 對 所以全場一起看透明 三道油 對 對 那個老闆直接麥克風 他那個吧桌裡面 是有麥克風的 就拿起來說 我擦擦擦 對 就直接說 你不要亂丟東西 你那賠不起的 我告訴你 然後全場就歡呼 大歡呼 就直接針對那個人 然後他們真的很怕被打 把他朋友 就直接把他再架出去 這種酒吧有酒吧好玩的地方 像那種Piano Bar 就是真的就是給人家感覺像唱大廳的 大廳的 就很像廳 卡拉OK 點歌的 前櫃 但是一定大廳的 你有唱過點歌的那種 寫歌單上去這種 我有唱過那種 那個好像年齡層比較高一點 對不對 以前拍戲的時候 有一些前輩他們比較喜歡去Piano Bar 然後那時候就會發生就是那種 喝醉酒會唱歌唱 對 譬如說他沒有點這一首 可是他會唱 他喝醉了 他就說我的歌 然後就兩個人就同時在台上 誰也不讓誰 軍中最常發生啊 以前我們那個學長學弟點歌啊 大家放假 那左營也不多點 那後接就那幾家 然後有人就 那時候最紅的就是用心良苦 常會Double到 譬如說你唱完歌差不多幾首以後 又有一個用心良苦 然後反正就是有誤會 然後一桌就 那邊海軍軍區有海陸的 有海軍的艦艇 然後就開始點 然後用心良苦我們 然後朋友就有一個就是那種硬喔 就是那種硬喔 沒有動裡面的 沒有動硬喔 他硬喔 還硬給他唱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說你不要唱 你來大家放鬆一下 算是 我說學長他聽到他要取笑 或者是在那邊弄我們了 他不停 我要放空 然後他就說 我要放空 然後因為他趕快一模 然後我說不要不要 然後他就點歌 然後六周來賓 誰誰誰 然後海軍 然後用心良苦 可是那學長已經唱過 然後他就看你 你管你 你要跳 還在那邊唱啊 然後唱得到 我們就覺得 叫你不要點 你們還不買單 找人對不對 後來真的出事了 買單了 就是另外一邊海陸 就過來那邊鬧 就是 然後就衝上去那邊 他還在唱副歌 然後全部來 你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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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會學他 就是不會學他 你連笑你的朋友 沒有我們就 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軍中是前輩那種 學長絕對 對對對 我們中間就有一個不爽 就我們自己 自己的那個 就是你看他默默 讓他全身刺青 我們也不知道他什麼底的 然後進來就 他就說 你們不要這樣鬧我同學好不好 然後學長 你們那個大人有大量 不要在那邊鬧 然後 他就 就很圓 軍中很圓 像你幾天 你幾天 然後 然後他拿那雷諾原子筆 拿起來 我幾天 他就直接從那邊 給他穿進去 為什麼 全部海軍都在那邊 馬上坐下來 和軍閥 可怕 他也太用心 你又有喝酒 這真的幾乎 對啊 每六連自己人這樣穿著這樣 對啊 是有可能會 很容易有糾紛 所以酒吧就是這樣 因為你一定有喝酒 很容易出事對不對 對啊 我朋友喝酒 因為我也是那種不喝酒的 每次都是我在顧的 然後有一次我一個朋友是 那個 考上公務員 我們好開心 哇 高補考 現在最行的 最難考的 對 因為我跟他們年紀其實有差 大概差個五六歲六七歲 高補考你知道送他什麼嗎 上公務員 你馬上送一副秀套給他 你看那個人氣都很涼 很手力耶你 你還說他們的鞋子算 還有那個鞋子啊 鞋子 真的嗎 還戳這邊的原汁餅整把給我好了 真的 那個就快擠了 真的 太嗨 然後他們吃的是 都是酒咖 可是他們是我 真的是我很好的朋友 而且 對我來講 酒品真的算好的 所以我還蠻喜歡跟他們出去喝酒 就不會喝酒的人 其實真的很愛看喝醉酒的時候 太好看了 太好笑了 那一次真的太好笑 他們四 我們五個人 那我不喝嘛 就四個女生喝 他們那個酒吧就是 已經算是那個club那種 女生只要一個人 有包廂的話 一個人只要三百 喝到飽 喝到飽 對 他就是一壺一壺的 你就是叫人來 然後這一壺喝完換下一壺 那他總共可能有十八種酒 調酒 什麼School driver啊 什麼那個Gin Tony 就是你可以隨便叫 因為你要講這些學名有沒有 對 一定要繞兩句英文 那天他們四個喝掉十二壺 哇 那個壺這麼大 全部都醉了 對 很能喝 很能喝喔 女生滿能喝的 而且就是超high 還high到就是 因為那個有朋友 他們就穿短裙 就越喝腿越開 就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冬天 我也只有一件外套 那你知道女生去夜店 不戴外套 都把外套放車上 對 所以我只有一件 然後我就看著那個 考上公務員的那個 就 腿合起來 對 腿合起來 他就這樣 合不起來 然後合起來之後 喝喝喝又開了 然後我就把那個衣服 蓋在他這裡 對 那我也只有一件 對 然後另外一個 喝醉的時候還過來問我說 欸 我也有穿內褲啊 然後我想說 這關穿內褲什麼事啊 你不要被人家看的話 你直接把內褲脫掉好了 然後反正整個就是很瘋狂的情境 大家走的時候 我們要扶 就我要扶 扶罪罪的那一個 他就說 不用 你不用扶我 你去扶誰 你扶他好了 你就扶他 你負責顧他 就這樣喔 我就好好好 就是會碰到那種 對 我就說那我扶你 他說我也不用你扶 我沒有罪 然後可是我看他 他頭一直在扯牆壁 他頭一直靠著那個牆壁這樣走 對 我說 我說我扶你 你頭一直在扯牆壁 你這邊都紅了 他說我沒罪 我沒有 然後就整個大瘋狂 一直在那邊大呼小笑這樣子 因為喝醉的人 很機會聽到別人說 你喝醉 對 他會抓狂 因為我一個朋友他也是 他就是在那個店裡面喝完嘛 然後他喝一個太醉之後 然後他就去五十元去拔妹了 你知道喝醉酒的人去拔妹 那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因為他會看不清楚 對 看不清楚 然後呢他就看不清楚 他就回他說 我跟你講 我找到一個天仙 我們等一下一起吃雞腿 我們等一下去吃涼麵 然後大家一看 他說那是天仙 那是鬼吧 所以我跟你講超正 我看一個晚上救他了 硬要帶 硬要帶 然後你知道那個 不要人家比你震你 就在那邊說 我沒有講我媽 然後你知道走到電梯口的時候 上面會打一盞燈 就比較一樣 他是這樣子 然後一票就到了電梯門口 然後他就說 那個妹的 一回頭 他誰啊 我說就是你要帶個天仙 然後我說屁耶 我要帶他 我跟你講 那燈一打 那個妹 那個妝大概有三天 是沒有卸過的 好恐怖 有的真的很恐怖 不承認耶 好恐怖 我有一次 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景象 我覺得女生很奇怪 女生如果在去夜店 或是去Bar的時候 他們喜歡帶男朋友去 好 那你想玩的話 你帶男朋友去 你就要敢玩 那我覺得很多女生的心態 是他們希望看到男生被 他的男朋友被欺負 第一個 他們喜歡看男生跟男生接吻 舔來舔去 第二個 他們喜歡看到 他們很喜歡看到 男朋友 自己如果跟別人的男生 親親我我 男朋友 生氣吃醋的樣子 非常無聊 那你既然要玩 我會嗎 你既然要玩 不會耶 他去那一攤是哪一攤 他自己那一攤 這不是會直接酒瓶拿起來 又砸下去啊 你既然是要玩 那就要玩得開 那一開始他一看到他的男朋友 已經被別人整得很慘了 那後來就抽到一個題目 國王遊戲 就玩一個遊戲就知道說 如果你抽到這個號碼 這兩個號碼 國王叫他們兩個人要 舌頭碰舌頭 對 就碰到了他的男朋友 跟一個女生 舌頭碰舌頭 他們兩個舌頭跟碰舌頭 那一差很多開始 就變成攪在一起了 就變成死了 玩出火了 因為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男女朋友都喝醉了 都已經喝棒了 可是女朋友看到這一段 非常生氣 開始丟包包 丟東西 很抓狂 那不遵守遊戲規則 對嘛 他說這是遊戲而已啊 你不要激動啊 這女的就開始丟杯子 讓我們大家都心裡都很差 然後她就一個人衝出去了 男朋友再留下來也不對啊 男朋友衝出去了 這件事情就再結束囉 可是第二天就這麼好玩 第二天我們發現了 這個女生 醒來的時候在警察局 男的醒來的時候在她自己的房間 那我們說這個故事要怎麼兜起來呢 原因是因為 這女的喝醉很細丟東西 跑到外面去 叫了車 完全忘記為了什麼生氣 所以她在路上就睡著了 所以被送去警察局 醒來的時候在警察局 全身都被趴光 從耳環 項鍊 手機 手錶 包包的東西全被趴光 被搶走了 通通被趴光了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女生在這一段真的很危險 因為我們聽了很多的故事 其實你以為你送女孩子 送到了家門口 你沒有看到她上樓 她也許就在樓下坐著就睡著了 真的 不知道外面的其他的什麼男人 會對她做什麼 真的很危險 不過像一般上班族 你們有自私的一些玩法嗎 像我跟我同事啊 我們下班過後 就是去Longer Bar 聊個天喝個小酒嘛 那其實就是 我男同事有些還蠻會把妹的 然後他們現在就是必備 都會帶一個那種iPad 然後不是都會有吧台嗎 對 然後他就會就是 他都iPad裡面都已經下載好 就是兩個人的遊戲 然後他就看來跟妹還不錯 他就帶那個iPad然後過去 然後就跟他聊一下天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來玩遊戲 那一般女生就會想說 喔好OK啊 就跟他玩 那他都會下載比較簡單遊戲 像他還蠻經典的就是桌球 因為一人一邊啊 然後那個iPad又小小的 可以近距離 然後去 然後試在跑啦 然後試在跑啦 然後就跟他講說 欸那你有沒有男朋友啊 然後如果對方說沒有 他說那我可以跟你交換臉書嗎 我先請問一下 女生會喜歡這樣的 打妹招數嗎 沒有辦法 那是OK 你可以嗎 小姑覺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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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等級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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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多高嗎 對 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小姑年紀比較小 小姑年紀比較小 小姑OK嗎 這樣玩iPad 我覺得還不錯啊 我也是那套啊 不過我覺得聊到久 我覺得久後 失態勿勢比例太高 太多很好笑 對啊 神經不行的 不行 還有一種放鬆的方式 唱歌 對 很容易的 講到老師的強項 哈哈 而且你知道唱歌 是開心跟難過都可以唱 哦對 所以是隨地 只要是有壓力也可以唱 好像失戀也很喜歡藉由唱歌 失戀一定要唱歌 可是那個局就 味道就不對 大家知道 這個人今天約唱歌的目的 沒有我就把他灌醉啊 就先把那個約的人 他經營不好 先把他弄醉 因為我們講上班族 你知道這個人在上班的時候 狀況有點不好 對 他下班還要約唱歌 唱歌擺明就是要陪他去散心的 對 那種感覺就不對 但開心也是會有 開心一定要 對 而且台灣人唱歌的形式 地方非常多 先來聊聊最常見的 卡拉OK 最常一定是 KTV KTV 卡拉OK 哪常見 現在要找這種還找不到 投幣嗎 我們那個年代 有有有 山上還有一些 還有投幣數 你沒有去過投幣嗎 有 20塊 還有還有 還有 還有 K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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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消費模式 和邏輯 是台灣把KTV發揚幫忙 真的 而且因為 如果你去唱歌的話 你選的朋友會很重要 真的 對 像我強力推薦 一定要跟原住民好好唱 真的 我跟你講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一定要 我個人有幾個 經典的市集 是這樣子的 是說 如果你遇到原住民的生日 宛如瘋年季 你一定要唱 真的 因為我曾經去過 好像很享受在那個 演唱 我去過林秀琴的那個 生日宴會 我跟你講 他說十點半要到 我們一票平地人 十點半都來了 你知道他們原住民幾點來嗎 十點 他說 你的原住民同胞都不用來 他說 不好意思 我們原住民習慣要遲到兩個小時 然後 而且你知道 他們在乾貴 你知道他們怎麼唱 他們是把音響扛去 音響扛去 他們放部落的音樂 哇 我跟你講 他們是先不用乾貴 他們要先放部落的音樂 然後有人會主持 有人會廣播 然後全部穿原住民服飾 然後那天 全部都要扮成原住民 對不對 然後 我們就這樣手拉手 在那個大包廂裡面 我跟你講 我這一輩子 第一次去乾貴 我也沒有坐下來過 我從頭到尾跳三個小時 我全都是哈 我也有去 而且我跟你講 重點是 在包廂裡面跳就算了 他把門打開跳到走廊上去 哇 去乾貴外面電梯門口 也會跳一圈 然後再一路再回來對不對 還沒有完 還要去哪 還要去哪 台舞 全部人都要跳一模一樣的舞 要跳到你會為止 沒有 比那個還要難 全部要跳 全部要跳 對 再見 然後什麼時候 我心以打羊 我心以打羊 一定要跳 我心啊 魚 打羊 都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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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 他那個很累 然後他有一次就提議 玩大風吹 就覺得無聊 大家累 就回去睡覺 硬不准 他是不准人家走 好玩大風吹 那一場比較大的 有那個 紀曉君也在 民雄啊 范逸城 都在 就是 你看部落一線的那種 都在一起 大風吹 吹什麼 吹有頭髮的人 先從基本開始 大風吹 吹什麼 好 季曉君 他喝這次 什麼勾敢講呢 吹 有離過婚的人 啊 只用民雄站起來 沒有說民雄 民雄 他站起來 拳腳來講 哇 離婚 離婚 然後 你們故意的 吹這種好不好 你造壞的 一定要跟你們唱 真的 好好玩 對 我有一次也是這樣 他們兩個之前 感情也是曖昧 然後 互相約的時候 不小心約到 來現場才知道 你怎麼約他 然後我們大家朋友 都知道怪怪的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坐在點歌機旁邊 他就覺得 神色異常 那個女生 坐在點歌機旁邊 而那男的走進來 看到他 他就這樣 沒事沒事 假裝沒事 大家都知道有事 後來也是很High 然後那時候 佳佳就想要唱 唱那個 Winnie Houston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他就叫這男生說 你幫我點 他說我要唱歌 唱那個 I will always love you 然後那個男的也忘記 你知道 突然那個自然反應 他就跟他旁邊 我旁邊那個 好 那個女生講 點歌機嗎 幫我點那個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他突然很認真說 現在是該講這個的時候嗎 他以為他在跟他表白 你知道嗎 好尷尬 好尷尬 有做情 誇到我 沒有啦 他叫你點歌 Winnie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好啊 好尷尬 點完這次我先走了 好尷尬 好尷尬 對 我有遇過什麼 你知道 我有遇過一群結婚的媽媽 遇到我去唱歌 哇 壓力啊 我跟你講 他說是在那天唱歌 我會幾點 他十二點 我說喔好 他說是中午十二點 哇塞 中午十二點 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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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小孩 小孩去上課 差不多趁到四點去接孩子 差不多 那媽媽解放的 十二點 該不會玩葡魯大賽 什麼歌 葡魯大賽 我真的不願意耶 就十二點因為是中午 然後吃冬飯 然後在那個裡面 然後開始吃吃完 然後開始唱 然後從老歌唱到新歌 然後台語歌什麼的 唱四個小時 我好累喔 然後他說欸 接孩子了 然後四點就結散 哇 妳那是特別的狂 真的 但是 好玩的點也有 就是譬如說 我朋友他們最常玩的 就是迅速嘛 人很多 就貼牌 貼牌 對 就是每個人抽一張馬 那你看得到別人的牌 最小的人就要把 面前他們自己倒的那一杯 那你可以輪流 就譬如說欸 怎麼樣 你覺得牌大不大 很大很大 你不要怕 你盡量一下 可能力只有三 他就說很大很大 你就加了 所以那時候就可以看 有沒有朋友要幫你 然後通常那個加最多的 他可能只有三或四 他就喝定了 就是這個方式比較快 因為他們喜歡玩一些那種 像骰子那種 我剛剛喝到太醉 他已經想不出來他怎麼騙了 再加上你智商業不高的話 我不是 你怎麼喊到忘記是不是 對 因為那個太醜 所以他們最快的 其實就是 撲克牌 一貼 然後我還有看過朋友 是推桶子 直接把麻將帶去田櫃 對 真的 真的 爸爸已經很厲害了 他就隨身攜帶 因為那陣子剛好過完年嘛 過年那時候比較多 我跟你講隨身攜帶 然後就把那個桌子輕控 然後就開始推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 所有人已經不睡到 就是 只看到一種報紙 甚至已經點不出來了 你知道嗎 報紙看得懂 只看到就 欸幾點啊幾點啊 可是 像你們 你們約 KTV是 也會是尾牙的時候 會約到KTV 你用我嗎 對啊你們公司 我大概一年只有一次吧 就是餐廳尾牙的時候 不過我都不是KTV了 我們尾牙的時候是 就是現場的那個餐廳 就是有那個什麼 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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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是這種 琴師也算是 碰到大方的企業和老闆很好賺 很好賺 我們小費啊 對啊 小費多 年姐你自己 你現在還有去包廂玩瘋狂的嗎 我跟你講 現在不玩包廂了 現在是玩那種 在家庭室的 我記得有一次啊 我過生日 那我朋友就說要給我驚喜 他們說到家庭室的人 人家就說也是可以唱歌的 裡面又有炒菜這樣子 就家庭式的 然後他說是很高檔 也在忠孝東路後面這樣 我們就進入一個 像人家家裡這樣進去 欸果然裡面喔 我跟你講 你也有卡拉OK啊 什麼都有 又有菜啊 又有點心什麼都有 就你知道嗎 豪宅的那種 豪宅的 對 我就說欸還蠻開心的 把我過生日這樣 可是你知道嗎 那天真的是把我嚇到沒有命 你知道嗎 結果就 我想他正好坐下來 看看點點歌啊 吃東西 就 就一個男的來了 你知道嗎 喔 會不會是乃哥出現 魂飛擴散 乃哥你來幹嘛 你不知道什麼 沒事沒事沒事 就來了一個男的啊 這男的一來就 就這樣子你知道嗎 很難嗎 對 不是 就把我拉到房間去了 真的 誰說唱歌一定貴 該有的設備一樣不少 也能很便宜喔 八個小廚 八個小廚 然後我們五個人喔 你們猜多少錢嗎 走透透 全部 我們不知道七百塊 怎麼 就把我拉到房間去了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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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一刻就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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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要用 OK 那個房間裡面有床 有什麼這樣子的 是那種房間耶 我就想 太快了 太快了 所以你沒有辦法 妳是需要先聊天嗎 我一定要聊天的吧 我一定要喝兩杯 要喝兩杯 然後先聊天 然後看個DVD 感對 感情 而且喔 她只買兩個小時 沒辦法這麼 花生 而且我跟你講 因為她喔 要把你燈暗一點 你知道嗎 那個人長的 其實不是我喜歡那個型的 對 燈打開小飛喔 對 小飛啊 好壯喔 好壯喔 那種 而且她這個 她動作太迅速了啦 如果是革命爐裝見種 可以嗎 爐裝帥的啊 可是 你怎麼會 你怎麼會這樣 好壯喔 還年輕小朋友 這一次 朋友幫你準備的 對 我當時想是落荒 落荒而逃 可是 你那個時候還是在 記者的 當記者啊 他們就是給我賬 算Faber當的啊 哇 可是你的朋友知道 你喜歡這個禮物嗎 沒有 他大概不知道啊 就假覺得說 也許我會喜歡 對 真的啊 沒有想到這個 欸這種禮物行情 變得太恐怖了 真的是 我是想了解 這麼特別的禮物 可是他真的要花滿多錢 這也要看預算 這也要花很多錢 對啊 走如中呢 我們現在 我最近不太去KTV的原因 是因為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以前玩KTV 都喜歡做那種主題秀 就是 變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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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海灘吧 等包廂那個時刻很尷尬 超尷尬 所以要扮鬼 所以要扮鬼 那因為那天不是所謂的萬聖節 所以我們都要比較低調 進去一個一個換 那一個一個換出來 換出來每個都拍照啊 好恐怖啊 一個一個進去換 一個一個進去換 那我們其實 最後面壓力最大 一點都不恐怖 然後好笑的事情是 只要是Waiter 或Waitress進來 要幫我們換毛巾 或換茶 我們都說要把全部要玩 一二三木頭人 他只要一進來 茶杯 麥克風通常換下 要看著他 隨便每一次進來的人 都會嚇一跳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這些Waiter也很壞 他被嚇到之後 他不會去跟下一個人講 所以下一個人進來也是 啊 一直會有人在尖叫的 跑來跑去跑下去 我們就太有成就感 太好笑了 那個經理啊 就不太高興了 就進來要制止我們 那在制止我們的時候 因為我們Cessnan 太嗨了 都是鬼 一群鬼 一群真子 太嗨了 經理有點兇 那沒有想到在最後一個 換衣服的一個女生 從廁所裡面 啊啊啊啊 也跑出去 我們就心裡想 你也太入戲了吧 應該是我們下別人 你在啊什麼啊咧 真的真子來了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 下面的電話就打上來 這個女生就打上電話 我們說 在哭一直在哭 我們說 怎麼還不回來 晃十分鐘 趕快回來 我們還正在喝 他就說 趕快走 你們趕快走 我說什麼趕快走啦 我們正要開始 趕快走趕快走 我說你先講 不然我們不走 他說你先下來 我們再走再講 兩個就一直在那邊扯扯扯 那我就把那個手機打開來 讓大家聽 趕快走趕快走 連經理都聽到 那我們就說 到底為什麼要走 你不要嚇我們 因為我們會毛 你不要嚇我們 這個人下人最討厭 而且你這樣會 我們再也不會揪你了 他說 他剛才在換 因為他最後一個進去換 他最後一個進去換 你知道我們台灣沒有真子的頭髮 那頭髮假髮就是這樣戴 正戴就是 前面是流汗 那真子要怎麼戴 你就要反過來戴 對 所以他就低著頭 反過來戴 起來的時候 在他這邊就有一個緊貼了他的一個女生 全身發著藍光 然後跟他講說 我也要 好恐怖 真的嗎 真的嗎 什麼 你知道我們聽到這一段 全部人都跑出去 這段真是群謀爛舞 我們通通跑到那個 你敢在玩嗎 全部通通跑出去 然後跑到那個墊墊裡面 塞呀 通通都嚇壞了 這是我們 最恐怖的一次 嚇人的經驗 太恐怖了 好恐怖 有時候那一間TV 是不是就是 台北市數一數二的 所以有很久 很久沒去唱 真的 所以一夜都找多少 真的 所以不要 有時候你玩開了 那有些 有些氣比較弱 當然 你也可以一直說 我們可以一直催眠自己說 從頭到尾都這個女的爸爸耍班 也有可能 不過 可真的 這邊也要推薦 因為 我覺得上班族去放鬆 很重要一個 當然是預算的問題 對 有時候 有些 裝醉的 跑單的 不屑 對 那時候會很 很不爽 真的 你們有沒有推薦 那種小額花費 最佳去處的 有沒有 有啊 其實最想去就是唱歌KTV 但是因為北部的消費真的很高 那因為我是台南人 所以我只要一回台南 因為台南或中南部 其實很多KTV 非常非常便宜 而且很大 庭園式的 對 那種小木屋什麼 很豪華 對 然後他的Slogan就是 貴族級的享受 但是平民的消費 像上次我們支校三點區 而且是 惹假日有三點 沒有沒有 我們唱到十一點而已 大家可以曉得 大家可以曉得什麼 然後我們五個人 你們猜多少錢嗎 透透 全部 有多少700塊 好